欢迎收看运彩分析室 我是Rock洛老师 上礼拜的皇家马德里以3比1击败巴塞隆纳 也为我们第一集的节目赢得漂亮的胜利 这个周末要持续带大家来关注热门的体育赛事 以及最专业的运彩分析哦 首先来看到周末的得甲赛事 这场奥格斯堡对上红牛莱比奇的比赛 将在台湾时间礼拜六晚上9点半开打 国外开出客队让一球大小三分的盘分 虽然说两队目前联赛的积分相差只有两分 不过从赌盘上来看 对莱比奇依然有相当程度的看好 红牛这季最大的补强是Timo Warner 10月开始终于对球队做出贡献 最近四次出赛攻进三球 送出一次助攻 是球队本月拿下三胜一合夹击的重要攻城 看样子他已经慢慢适应新球队的体系 和Nkuku以及Silva的搭档 势必能撕裂对手的防线 反而是攻击力原本就乏善可陈的奥格斯堡 目前四胜一合五败 将近五神的胜率让人有些意外 仔细看一下内容 除了一场打赢拜仁慕尼黑上演本季最大的暴冷之外 另外有两胜是来自于刚从德义升上来的云达布莱梅 还有沙尔克林斯 而且这个礼拜的德国杯也被拜仁以5比2复仇成功 这个成绩看起来是早晚要校正回归的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张图表做比较 奥格斯堡本季平均每场射门次数只有10.1 射政3.3都在联盟竞赔末座 传球成功率64.9%更是稳居垫底 和倒数第二的免因斯相差了将近8% 平均持球时间41%同样倒数第二 基本上整场比赛被对手压着打是基本配备 唯独就看能不能找到防守反击的机会咯 面对渐入佳境的红牛军团 本季平均射门次数是4.4排名第三 被对手的射门次数仅仅只有10.6排名第二 像这样子的成绩 恐怕地主先前的好运是难以复制的 另外最重要的是 两队今年交手呈现一面倒的状态 莱比锡最近三年七次对战 取得六胜一合的绝对优势 上次输给奥格斯堡 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由此可见 今年这个阵容呈现完全克制的状态 就来比锡的近况来看 这场比赛应该可以轻松获胜 碾压让分盘 奥格斯堡近期糟糕的攻守内容 恐怕很难再像之前 面对得以等级的球队一样 维持不败咯 再来要看到这场是 美国职棒国联冠军战的第三战 双方1比1平手 来到费城仁的市民银行球场 继续决一死战 双方的先发投手 分别是Joe Moss Group和Ranger Suarez 赛前开出接近PK的盘 客队教师让分 大小落在7.5 先来比较一下 这两位投手 例行赛和季后赛的表现 在例行赛 两人同样是十胜七败的战绩 不过仔细看投球内容 其实是有段落差 Moss Group的控球 远比Shuarez来得出色许多 不论是三阵或保送的比例 都明显较优 Shuarez虽然球值较重 不容易被急出场打 但时好时坏的控球 经常为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不论保送或是背上累率 都是今年季后赛 先发投手当中最高的一个 属于大好大坏较为严重的投手 关于这点也非常直接反映到 季后赛的表现上面 Shuarez目前虽然只投过 一场对勇士的外卡战 但那场比赛 三点一局就送出五四四坏 两次买了危机 惊险全身而退 虽然只失掉一分无关胜败 但这样的侥幸能维持多久呢 Moss Group则完全展现大将之风 两场优质先发 替球队赢下重要的两胜 13局投球仅仅失掉两分 没有被急出过拳雷打 完全不枉费教士和他 签下的五年一亿大约 虽然今年面对费成人 吞下过一败 但四四交手 投过三场优质先发 整体内容依然相当出色 而那场比赛 面对的正是Shuarez 七点一局失掉两分的好投 在Pedco被踢管成功 这次看起来是个 复仇的大好时机 两队继合赛过关斩将 淘汰百胜豪门球队 到目前为止 打击表现可说在伯仲之间 不过教士的牛峰表现 却是完胜费成人 这当中包括Nick Martinez稳定的中继 以及九月开始找回自信的 Josh Hader 都成为比赛后段 相当重要的战力 再加上第三战的先发投手 也有明显的优势 看起来教士要在客场 取得领先的机会 应该相当高 读音是个不错的投资选项哦 以上就是今天的运彩分析室 希望各位会喜欢 不论是写爱运动 或热爱运彩的朋友 相信我们的节目 都会对您看球提高乐趣 有相当的帮助哦 我是Rock洛老师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